大家好好久不见 之前忙着备考又在时不时经历各种课题 可以说是比较颠簸的一段时间 好在考试成绩上案 同时课题也在不断突破 可以说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我还是很开心的 然后过买我那家小孩聊一课的朋友们 抱歉之前因为备考也没能持续更新 请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接下来呢会开始持续更新一段时间 同时会延长课程的使用期限 当然也欢迎您加入我的自恋关系 幸存者那家小孩聊一课 来帮助疗愈自己的创伤 遇见未知的自己 完整真实的自己 好我们进入主题 为什么NPD不敢接受别人的慷慨呢 那就是第一 害怕接受你的好意之后 再向他索取更大的好处 原因A 他不相信任何人 B 他自己在投射 因为他会先表演出慷慨的样子 之后再向别人索取 第二 不敢相信 看不见自己可以做出好的成绩 不敢认可自己的价值 还会觉得你是否在讽刺他 这个原因就是底层有深深的不配得感 长期被养育者 社会里面的人不认可 第三 要强或者说逞强 认为你是在可怜他 施舍他 否认他有能力解决和处理好他的问题 慷慨对于自恋性人格障碍也等同于交易 他们不认为有人会真常的不计回报的利他 所以下回一定找机会要还回去 以免夜长梦多 如果你替他付了账单 他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瞧不起他 认为他付不起账单 而事实很有可能是他一直拖欠账单不付 而对于你同理他的感受 他也会认为你自己在你面前表现了脆弱 而他不能允许自己在别人面前是弱小的 脆弱的 因为如果他是脆弱的他很有可能遭受别人的伤害 因此不能接受你的同理心 还会逞强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脆弱 第四 他们会担心你再给他们洗脑 因为他们没有遇到过毫无保留 慷慨付出却不需要他们回报的人 第五 当隐线NPD真的做出优秀的成绩被人欣赏时 无法分辨别人是以事实为依据去夸赞他 还是纯粹的表演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不敢相信你说的对他认可的话 本质问题是 A.没有学会辩识人 B.害怕之后被你捅刀子 这个创伤来源于原生家庭父母的背叛 与故意刺称 C.原生家庭里的有度人格 从来不会肯定自己的价值与成就 嫉妒挑剔 不能承认你可以成功 不能让你看到你优秀品质的一面 因此会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与匮乏 第六 因自身匮乏 没有长期体会过稳定的持久的被爱 而看不见你付出的慷慨与爱 还认为你在乱花钱 比如你送他生日礼物 给他举办个生日party 他会说你为什么要花钱给他 有一些NPD还会阴阳坏气你 说与提你生日请他吃饭 不如你先把你自己经济搞好 本来你自己就很拮据了 让你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 或者说你学习多上进点 少让他操点心 少气他就够了 可是你明明只是想在当下 表达你对他的爱 他们完全看不到这点 反而来接你的短 如果你说 我只是想让你看到 我为你付出表达对你的爱 他们又会说 你付出是这点算什么 看看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是不是这样子 第七 真正可能会接受你慷慨的NPD 是自大型或者说浮夸型NPD 因为他们本来就认为 他们在众人眼里 就是完美的 你对他慷慨也是应该的 你不选择对他慷慨 还会对谁呢 而他们也会认为 你的慷慨就是在跪舔他 为了之后向他捞好处 因为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 去棒比他地位权力金钱 更大的人的大腿 总结一下 NPD认为慷慨付出是弱者的表现 也是操控别人 利用别人的一种方式 他们无法真诚真心的欣赏 夸赞慷慨的利他 有这样的行为 也是表演出来的 目的是拉拥你 为他服务 而他也不认为别人 会真心为其他人 毫无目的的付出 那如何应对呢 你就继续做你那个慷慨大方 并不把真诚 利他当做交易的人 他如何接受别人的慷慨 如何应对别人的慷慨 是他的事 你怎么做是你的事 你只需要知道一点 你真诚的 不带任何目的的利他 宇宙会回馈给你 更多这样的人 来真诚地利益于你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和别人如何回应 没有关系 一个人无法接受你的慷慨 只能说他没福气吧 但是你依然可以选择 把这份慷慨 给到那些 真正珍惜你付出的人 真正看见你 真实样子的人 真正接纳你 本来面目的人 而NPD从来不知道 他身边的任何人 真实的样子 他们永远 只是在投射 希望今天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本周疗愈课内容 将继续更新 就像我说的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自我成长 找回真实的自己 我们下期见 拜拜